大家好,今天就和大家討論一件事 叫做Wi-O Wi-Fi 原來是透過Wi-Fi網絡來打電話 什麼叫Wi-O Wi-Fi? Wi代表 Voice 意思 O即是 Over 與Wi-O LTE 類似 一般傳統手機用 2G 或 3G 進行通話 或是傳短訊 而去到有4G 的時候 有一件事叫做 VOLTE LTE 即是 4G 有關的技術 原來是電話通過 4G 網絡來傳送 如果沒有支援 VOLTE 的話 實質上通過電話通過 3G VOLTE 之後 現在有一個 VO Wi-Fi 大家應該會明白 不是通過 2G 3G 或 4G 來傳送電話 而是通過 Wi-Fi 傳送電話 只要你的手機支援和台支援 就可以在任何地方 包括你家中的 Wi-Fi 接駁後 經過它來打電話 有什麼作用呢? 原來有些地方 電話收得很差 例如我家中的 Wi-Fi 例如我家中的 Wi-Fi 可能會收到一格 即是 Miss Call 於是我開了一個 VO Wi-Fi 我就收回家中的 Wi-Fi 但同一時間有電話打來 便會用 Wi-Fi來通電話 通話質素高 而且沒有 Miss Call 因為 Wi-Fi 收得很好 先說一下如何設定 通常要支援的手機 才能使用 Wi-Fi 暫時支援而網絡商 有支援的手機只有 iPhone 據我所知 大部份網絡商 都在香港支援 首先我們按設定 按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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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一直滾開 滾開 按在下面 因為電話 按按電話 然後大家會有看到 Wi-Fi通話 按在下 按下 如果支援Wi-Fi支援 通話 便開了 問題是使用 按下 如果妳的台不支援 便便帶其他信息 但不完提醒 如果支援的話就沒問題了 在這個時候,開啟了 RealWi-Fi 之後 其實最好也要開啟數據的流動網絡 開啟一個東西叫做 VOLTE 現在的流動數據選項按下去 使用 LTE 要加上語音與數據 語音開啟後便是 VOLTE 開啟了 VOLTE 有什麼用呢? 原來無法連接到 VOLTE 就會馬上跳去 VOLTE 即是在家的Wi-Fi 接電話 突然間離開了 WI-Fi 範圍 便會斷線 原來不會的 如果有 VOLTE 就會高速接換 VOLTE 這樣就不會斷線 繼續接電話 找回行動網絡 所以會更好用 但如果沒有 VOLTE 或地區沒有的話 離開 WI-Fi 的距離 便會立即斷線 斷線後要再打開 我們現在開啟了 VOLTE 和 WI-Fi 剛才提到 萬一我們真的無法接收 怎麼辦? 原來無法接收 VOL WI-Fi 都可以打電話 我們做個實驗很簡單 我們先在外面 先開啟了飛行模式 不過我們再開啟 WI-Fi 開啟飛行模式 讓所有連接都斷了 唯獨是我們開啟 WI-Fi 剛才提到的 VOL WI-Fi 可允許透過 WI-Fi 網絡來打電話 開啟 WI-Fi 之後 還未立即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個WI-Fi 接收的標誌 還有一個飛行模式 我們還要等一會 等電話 現在可以了 電話經過 WI-Fi 和網絡相連接 便會拿到訊號 有一個三個 WI-Fi 電話 在這個狀態之下 只有 WI-Fi 連接 但我們便收到電話 我們來試試 先找另一部電話 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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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正在響電話 就是這樣的原理 我先收線 現在沒有鑑到行動網絡 只是鑑到WI-Fi 同一時間還有其他東西 可以設定 我們也是按入設定 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 我們也是在電話 在這裡 現在是灰色 按入 我們先關掉飛行模式 關掉後 再按入電話 設定 剛才大家看到 WI-Fi 通話開了 原來還有一個東西 叫在其他裝置上通話 我們按下去 按完之後 就發現 我們下面有所有 Apple相關的設定 例如我有一部iPad 還有MacBook Pro 還有Mac Mini 我開完之後 原來我收到電話之後 就容許在我的MacBook Pro 或是在iPad上通話 甚至乎 可以在我的Apple Watch 都可以使用 Wi-Fi通話 首先 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 你的手機 都要和你同一個iCloud 的帳戶 這樣就可以了 這些都是我的手機 所以全部都是我的帳戶 現在我們先拿一部iPad 起床 原來剛才 我們開了iPhone那邊的 Wi-Fi通話之後 在iPad上面 亦都出了 我們開啟了它 升級到Wi-Fi通話 我們啟用 啟用完之後 要我們進入代碼 到iPhone那裡 我們照在iPhone入面 在這個時候 看看iPad 還有一個提醒 你的位置 將會用於打近級電話 這樣就好了 先試一下 打電話 讓我的iPhone 看看這個時候 會怎樣 按了打電話 在這個時候 你同一時間 看到iPad MacBook Pro 電話 電話 都在電話 直錶 都在電話 任何一個裝置 都可以接電話 可以說 包括錶 我先收 所有 Echo的裝置 全部都可以說 電話 包括MacBook Pro 因為MacBook Pro 本身都是有麥克 有喇叭 所以 就很方便 開啟了iPhone 開啟了 好玩的東西 就將快出現 iPhone 開啟了 在這個時候 照樣打電話 iPhone 開啟了 iPhone 開啟了 iPhone 開啟了 iPhone iPhone Apple Watch 沒有反應 MacBook Pro 沒有反應 但是 唯獨是 iPad iPad Pro 繼續收到電話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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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二 真是iPad的聲音 先收 也就是說 原來iPad Pro 在我剛才按了幾個選項 之後 已經成為一個電話 但前提是 它接駁了WiFi網絡 現在iPad接駁了WiFi 這部是WiFi版 即使我的電話沒有電 甚至不記得帶 又或者不見了 只要我的iPad在新 我就在有WiFi上網的地方 我就打電話 這是比較有趣的東西 今天我的講解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訂閱 另外如果你想留言 或者有問題 亦都是無任歡迎 另外有兩段影片 你可以按進去跳球